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不知道各位是否對背景的選擇都有疑惑呢 今天這集要來告訴各位有關於背景的深度解析 大家比較少會去觸碰到的知識 那這集會著重在於 紅點、全息、二倍鏡、三倍鏡 還有近距離與中距離的一些技巧 因為這集會著重於近中距離的表現 那比較中遠距離的背景四六八倍 回到下一集跟各位介紹哪一樣話不多說 直接進介紹去囉 Let's go 那大家都知道全息與紅點這種最基本的背景 基本上是每個地圖中最容易找到的背景 那在絕地求生M中 可以發現全息與紅點基本上是萬用啊 搭配陀螺與手壓甚至連遠距離都可以非常準確 更不用說中距離的機動性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到咱們的訓練場去挑選我們的背景練習 從最基礎的紅點與全息開始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坊間有資訊在流傳說 紅點與全息的開性速度不一樣 那我們就先來驗證這個說法 首先我們用普通的速度來看開鏡速度 開鏡慢格速度 那可以發現用慢格速度來呈現 兩個開鏡速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可以放心使用喔 全息與紅點的放大倍率都是1.25倍 包括機械瞄準 那全息與紅點到底要怎麼選呢? 那我還是老話一句 選自己用的最習慣的那個吧 老實說我自己也是交替著用 根據當天的手感來選擇呢 紅點的部分算是我比較常會使用到的 因為它自定義準心的自由度比較高 可以設定一個自己最順眼的準心 大廳右下角齒輪設置 瞄準鏡設定的地方找到這個功能 那我個人推薦使用這個三邊的準心樣式 它的瞄準方式看起來比較直觀 只要將預瞄準的物體剛好瞄在缺口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打得非常精準 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來看準心的瞄準位置 但缺點就是絕對不會像紅點樣式那樣來得精準 但要求精準的情況下 瞄準的時間通常就會拉長 各位求生者可以自己斟酌嘗試看看 全息遮擋的視野比紅點來得多 但也因為它的準心樣式比較大 在亮部的點位也會比紅點來得清楚可見 雖然全息能夠自定義的部分只有準心的顏色 但還是非常多人喜歡用全息啦 至於回到問題怎麼選擇呢? 紅點全息各有所好啊 再來是我們稍微人們的二倍鏡 其實二倍鏡非常好用 能用了比紅點與全息還高的放大倍率 但缺點就是後座力的反饋比其二還要高 但在中眼距離的表現明顯是要優於紅點與全息的 可以發現在100公尺的情況準心是包覆整個人物的 200公尺的情況大約是佔了準心的半徑長度 300公尺的情況那就是約直徑的四分之一的長度 由此可以發現 二倍鏡在100公尺的急劇下 300公尺中每100公尺是以乘以二分之一的狀況來呈現 怎麼說呢? 簡單來說就是 100公尺等於一開鏡下準心包覆整個人物 200公尺等於一乘以二分之一等於二分之一 開鏡下準心包覆二分之一的人物 300公尺等於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等於四分之一 開鏡下準心包覆四分之一的人物 再來就是三倍鏡啦 三倍鏡算是大家比較少出的倍鏡 不過他在中距離的對象確實有極大的優勢 但這個倍鏡距離其實也挺尷尬 有一點要遠不遠要近不近的感覺 所以套用在中距離絕對是在適合不過啦 首先來看三倍鏡的準心樣式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樣式是不是特別的奇特呢?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它是一個以三個四分之一圓弧 包覆著十字準心加三條橫槓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設計其實也是暗藏玄機的喔 大家可以發現在100公尺的情況下 十字準心的本身橫槓會在人物與間同寬的位置 200公尺的情況下 十字準心的第一條橫槓會在人物與間同寬的位置 300公尺的情況下 十字準心的第二條橫槓會在人物與間同寬的位置 400公尺的情況下 十字準心的第三條橫槓會在人物與間同寬的位置 那由此可知我們可以發現 哇!這個設計根本就是隱藏版的啊 瓜肉小教官沒說的話你們會知道嗎? 有獎真答來囉 問題請說明紅點與前夕的放大倍率是多少 再留言一個你常用的背景 對了記得還要分享影片喔 最後跟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瓜肉 G-U-A-L-O-W 瓜肉 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勝任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 再見 掰掰